阿彌陀佛 佛說阿彌陀經要節選讀 諸位法師陳會長 諸位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表的第12面 講表的第12面 那我們上一次已經將這個功德利用 已經解說過 那我們在最後講到這個 一般的這個聖道門 聖道門的話呢 他要頓悟正音 謹為出城皆見 深深不退 時可其余佛皆 我們上次有講到這一段 那這個我們在說佛世界呢 最困難的就是這個叫做深深不退 深深不退呢 是非常不容易 他要一生一生都不退轉 乃至於呢 斷掉煩惱才能夠出離三界 這就是一般我們聖道門所修的 那我們在這個修行當中呢 其實不要說來一生不退 其實我們在當深都有可能退轉 不要說等到來一生 那這個說佛世界呢 他這個退轉的因緣 特別多 比如說 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你遇到逆境會退轉 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說佛世界 你在順境的時候也會退轉 順境的時候 那這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 只要你的內心 沒有一個智慧的觀照 你不論是逆境 或者是順境 都有可能讓你退轉的因緣 所以有些人呢 在這個逆境當中呢 反而他有一個逆增上緣 比如說有些人呢 家裡特別反對他學佛 來自於呢 他的這個身體呢 特別不好 或者是會有一些障礙 但是呢 他的智慧能觀照的話 這些逆境呢 都不能障礙他 反而呢 讓他有一種更堅固的一種 出離的道心 那這個順境 有些人認為一帆風順 能夠幫助你來修行 但是我們看呢 有些我們在這個雪火的十幾年 二十年 幾十年下來呢 我們可能在這個福報上 或者是累積了很多的這個資料 有時候呢 你慢慢你的這個福報現前了 或者是你的身體呢 特別健康 但是呢 你忘記了呢 這個無常的觀照 你的這個道心呢 有可能就會退轉 所以我們在這個綠點 佛陀所講的這些戒律當中呢 他說我們這個修行人 要帶三分病 就是三分病就好 七分健康 三分病 這怎麼說呢 就是讓你感覺到這個無常的 逼迫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個人呢 他沒有一種無常的觀照的時候 你有可能呢 會有一種常見 所以你呢 帶點病 其實是個好事 讓你感覺呢 這個身體也是無常的 那既然是身體是無常 那更加的外在的 你所擁有的 那些財富 眷屬 乃至於民生地位 那當然這些也是無常的 所以這個廉詞大師呢 在他的這個開示當中呢 他經常講到一個開示 叫做病者為眾生之良藥 這怎麼說呢 就是偶爾我們有一些病 他會增加我們一種無常的觀照 逆真上緣 只要你能夠會歸到這個 智慧的觀照的時候 其實順境逆境都能夠幫助我們 不退 所以你要能夠呢 死死的去思維佛法 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呢 是非常重要的 否則呢 你順境也會退轉 逆境也會退轉 當生就會退轉 不用等到來生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有限的時間 幾十年當中呢 你要把握這個智慧的觀照 或者有時候我們可能念佛 念一陣子之後 你的福報現前 或者你的身體變健康了 但是呢 有時候你沒有智慧的觀照 有時候你就忘記這個 無常的到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呢 極樂世界呢 能夠不退轉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只要我們這個說佛世界呢 人道或者是天道的福報 它都是夾雜這個有肉的煩惱 那為什麼極樂世界 它的這個順境的因緣特別多 但是它不會退轉呢 我們就是引用一個 副表六 極樂世界的這個不退轉的因緣 有五點 請大家看到這個98頁 副表六 我們引用這個智者大師的淨土十一論的開示 極樂世界呢 它的不退轉的因緣有五點 第一點呢 就是彌陀大悲願力 奢侈 顧不退 這一點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往生極樂世界 能夠得到阿彌陀佛的48願的奢侈 因為阿彌陀佛的這個48願呢 都已經成就 所以你只要有辦法往生到極樂世界 你就能夠得到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的奢侈 有這個加持力 所以你在那裡不會退轉 它在48願當中其中有一個願 就明顯表示你不會退轉 所以呢 有這個願力的奢侈 第二個原因 佛光常照 菩提心增進 顧不退 那這個佛光呢 就是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無量的光明呢 時常照了這個極樂世界的眾生 讓這個眾生呢 菩提心增進 顧不退 這個在48願當中 這個在48願當中 也有講到這個 佛的光明 能夠加持 極樂世界的眾生呢 讓他的這個 菩提心增進 第三點呢 水鳥樹林 西野妙法 爭其正念 顧不退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極樂世界 它的環境特別好 水 這個八功德水 在這個無量壽經裡面講 這個八功德水呢 它在流動的時候呢 能夠出這個微妙音 能夠演說妙法 乃至於呢 這個鳥 白鶴 孔雀 鸚鵡 等等的這些鳥 也能夠演說妙法 乃至於這個樹 微風吹動 珠寶黃樹 這個粗的這個音呢 也能夠演說微妙的 這些妙法 所以我們在極樂世界呢 你就能夠常常聽聞到佛法 所以呢 能夠自然念佛 念法念生 爭取正念 那我們在這個說佛世界呢 就很困難 因為你這個外在的姻緣呢 比較屬於染污的境界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這個 六根接觸六成的時候 都會刺激你的這些 貪嗔痴的煩惱 除了我們今天呢 到這個清淨的道場 有這個供修 你看到的呢 都是三寶的境界 你能夠增加你的正念 但是呢你一出來 外在的這些環境 你所看到呢 都是眾生的這些 貪嗔痴的環境比較多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正念呢 要特別去做意 要如理的去做意呢 你才有辦法保持你的正念 但是在極樂世界呢 他的音緣特別好 能夠隨時聽到唯妙的法音 那第四個原因 存諸諸菩薩 以為甚有 外無謀邪 內無煩惱 顧不退 這就講到他的這個 外在的環境 諸善善忍聚會一處 存諸菩薩 所有的呢 都是親近的 這些善緣 以為甚有 沒有這些惡有 所以呢 外在的這個環境呢 特別出盛 這有些善有的一些助緣 善知識的一個助緣 所以呢 外無魔血 在外在呢 他沒有這些 懶污的因緣 因為我們都知道 凡夫的這個信念呢 很容易 受外界的影響 所以呢 你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你這經常跟這個 這個損友在一起 你的內心呢 就被他們感染 所以呢 你能夠有這個盛友 殊聖的這些善知識呢 作為真上緣 所以外無魔血 那內無煩惱 這是你的內心的煩惱呢 沒有這個助緣的時候呢 他就不起 所以你的煩惱的念頭 貪嗔痴的念頭呢 沒有辦法起來 沒有這些惡緣刺激你 所以呢 顧不退轉 那第五點呢 不退 受命永結 以佛其等 顧不退 這就是無量寿 我們上次講 九品往生 乃至於三倍往生 你只要往生極樂世界 絕對 無量壽 乃至於下品下身 只是说他这个花开的时间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的寿命绝对能够一生成佛 他的这个寿命的这个无量寿 绝对让你有办法一生成就无上普丁 没有这个隔阴之谜 那我们在说佛世界就会有这个隔阴之谜 你虽然这一生精进了几十年 但是你要是没有出离三戒 或者没有往生净土 那你来生要到哪里投胎 就是看你的业力哪一个比较强 所以你看他要生生不退 一生一生要接着修行 但是很困难 你这个一生有时候投身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你就这个修行就间断了 所以在极乐世界 他没有这个隔阴之谜 他的寿命是无量寿 与佛其等 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寿 所以他在一生绝对可以成就佛道 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个净土十一论里面 他就做一个对比 把这五点的原因来说明 为什么极乐世界跟梭博世界的这个差别 为什么梭博世界容易退转 极乐世界不容易退转 原因就在这里 好那么再回到前面的这个讲表 我们看到讲表第十三页 我们正式来看到这个第四随文解释这一段 随文解释这一段 那我们前面将这个晶体 还有他的宗旨 还有他的利用 都说过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正式来解释这个经文 随着经文 来解释他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个左边 十三页的这个左边这个表 这个表是在欧毅大师解释阿弥陀经 他所做的这个要解 他在正式解释经文的时候 先做了一段的开释 我们加以解释 他这一段分成三个段落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段落 入文分三 出续分 二正中分 三流通分 此三名出善 中善 后善 续如首 五官俱纯 正中如身 丈夫无缺 流通如首足 运行不至 好 那这个入文就是要进入这个经文的内容 一般每一部经都把它分成三分 第一分叫做续分 第二分叫做正中分 第三分叫做流通分 那这个每部经在后代的这些祖师的注解 他都把它分成这三等分 三等分 那这个正中分 就是这一部经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 但是续分还有流通分 他也会夹带这一部经主要内容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 此三名 为 初善 中善 后善 这什么意思呢 他在比喻说这个佛经 就好像这个蜂蜜一样 叫做中边皆田 所以前面的这些语言文字呢 中间的语言文字 乃至于后面的语言文字 就像这个蜂蜜一样 它的中间 旁边都是一样的味道 都是甜的 所以叫做初语益善 中语益善 后语益善 所以佛从头到尾 他讲的这语言文字呢 绝对不会 不重要 绝对呢 佛一讲出来这些话 绝对有他的重要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叫做初善 中善 后善 这分成三等分 那这个续分呢 就好像比喻一个人 他的这个手 手就是他的头部 他的头部呢 五官聚存 他的言额等等的五官呢 都是存在 一个人的头部 那这个正中分呢 就好像他的身体 它呢包含了这个五脏六腑 那流通分呢 就好像这个手足 他可以运行没有障碍 所以表示我们一个人呢 你的头部 你的身体 你的手足 都是一样重要 所以就是用一个人的身体呢 来比喻 这三分的内容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我们这一部经呢 比较特别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一般的这一部 不同的经典 它有不同的这个流通的菩萨 或者是这些阿罗汉的圣者 但是呢 这一部阿弥陀经呢 是比较特别 它是十方诸佛来流通 就我们前面所说的 他呢 为佛与佛来能究竟 所以等觉菩萨 他都没有这个智慧呢 能够彻底了解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去流通 所以十方诸佛呢 共同来赞叹 共同来流通 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在我们看到左边呢 这小段 这个偶一大师呢 就引用智德大师解释 这个法华经的这个分科 分成三科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个偶一大师的开示 故智者是法华 出一品皆为序 后十一品半皆为流通 又一时 基本二门各分三段 则法师等五品皆为基门流通 那这一段呢 我们就加以解释 这一段最主要就是 偶一大师呢 他的这个续分 正宗分流通分呢 他的这个判 他的这个判法呢 跟其他的祖师的注解呢 有一点不太一样 这我们后面会再补充说明 所以他先引用 这个智德大师呢 依着这个初善 中善后善的这个原理 来分这个续正流通 这三分 那智德大师呢 他在解释法华经的时候呢 他有一次 他是用什么样的分别呢 来判这个续分 正宗分流通分 我们看到这个右边这个部分呢 叫做出一品皆为序 我们都知道 假设你今天读过法华经的人 好 法华经呢 有二十八品 好 有二十八品 那这个智德大师呢 他解释法华经 把第一品续品 全部把它判作续分 好 那后面呢 十一品半 皆判作流通分 那十一品半是怎么说呢 就是从第十七品 叫做分别功德品 这个 祭奏 在他中间有个祭奏的部分 到最后 第二十八品 叫做普贤菩萨劝华品 这有十一品半 他都把它判作流通分 法华经的流通分 所以他的正中分呢 就是从第二品 叫做方便品 一直到第十七品 的分别功德品的 这个祭奏为止 他这个中间有个祭奏 所以表示呢 在这个续分 正中分 流通分呢 智德大师呢 他都是判作很重要的 那这个左边呢 又一时 又一次 智德大师在解释法华经的时候 他用 鸡门 本门 来解释 这个鸡门呢 分成三段 本门也是分成三段 那这个法师等五品 皆为鸡门流通 这就是讲到这个 前面的这个鸡门 的部分呢 有十四品 就是第一品到第十四品呢 就是鸡门 那这个鸡门是在讲什么呢 叫做开拳显时 鸡者 即 世家 今生 世宪 成佛之 世鸡 开三圣之 全教 显一乘之 十里 所以他前面的十四品呢 都在讲什么道理呢 开拳显时 把这个三圣的这个全法呢 汇归到一佛圣 叫做开拳显时 所以这个鸡门呢 他的主要的思想就是开拳显时 那有十四品 那也是一样 分成三段 续分呢 就是第一个续品 第一品续品 那这个正中分呢 就是从第二方便品 到第九 受学无学忍计品 总共八品 二到九 那第十法师品 到第十四 安乐行品 共五品呢 判作流通分 这是鸡门的部分 那本门也是十四品 就是从十五品到第二十八品 叫做开净显远 或者呢 叫做开击显本 这什么意思呢 本者乃释迦久远 早成佛道 谓之本 开如来之 净受 显本地之 远受 在这个如来 受量品当中呢 这个 释迦摩尼佛 他早已成佛 在这个无量 无边的这个百千万亿 那由他解 早已成佛 所以呢 叫做开击显本 把释迦摩尼佛的这个本 本来的这个 已经成佛的这个 道理呢 把它显示出来 叫做开击显本 那一样呢 有十四品 有十四品 他的这个续分 从 第十五品 从地永出品 的 前半 到这个 中间的这个 弥勒菩萨 以问诗事 佛经达之 如等至当 因事得问 在这个部分 这个呢 就是 续分 第十五品当中的 这个 一部分 那正中分呢 就是从这个 第十五品的 这个中间 从释迦摩尼佛 告弥勒菩萨 一直到 第十七 分别功德品 为止 总共有 两品半 这是属于正中分 那流通分呢 从第十八 水洗功德品 至 第二十八品 好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 这个 普贤菩萨 圈华品 第二十八品 总共呢 有十一品 判作流通分 所以呢 偶遗大师 为什么举例 智者大师的这个 法华经的 这些 解释 他呢 最主要就是要 讲到他 为什么把 阿弥陀经呢 他的这个 续分 正中分 流通分呢 他的这个 切割的地方呢 跟其他的祖师 不一样的这些 道理 由来 他是引用 智者大师的 解释法华经的原理 那我们看到第二段 这就主要呢 这个 偶遗大师 他呢 在这个 判这个 序证流通的 一个 中心的 观 这个观念 盖 续必提一经之刚 流通 则 法师 不用 观虚非小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偶遗大师呢 为什么把这个 阿弥陀经的这个 续分呢 跟其他祖师 判的不一样 因为他认为呢 这个续分呢 他里面 已经把这一部经里面的刚要呢 要把它显示出来 叫提一经之刚 那流通 流通分呢 则法师 不拥 这个拥呢 就是隔绝不通 这是流通呢 也是很重要的 把这个法的这个 不思流通呢 能够 普及 所以续分 跟流通分呢 都是很重要 叫做 关系非小 关系非小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段 后人不达 见经文 骚色意理 便判入正宗 致 续及流通 仅存 故套 安所称 初以易善 后以易善 也哉 这是一个结论 这个偶一大师呢 这是后人 就是佛路面之后呢 这些后人 他有时候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 他没有通达 这个续正流分 都很重要的这些道理 他只要看到经文里面呢 骚色意理 认为他是 讲到这些不经的这些意理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判到正宗分 变判入正宗 自使呢 续分跟流通分呢 仅存固套 固套就是形式化 把这个续分跟流通分呢 都变成一个形式化而已 所以没有办法显示呢 初以易善 后以易善的这些 重要的这些关系 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呢 在这个解释阿弥陀经的之前呢 他先把这些 他怎么样的分科 分科的这些观念呢 先在这边呢 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那我们看到第十四页 第十四页 那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些 分科的这些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正式看到 三分 三分里面 第一个呢 甲出 续分 续分呢 以出 通续 以二 别续 那以出呢 通续当中呢 又分作 丙出 标法会十出 丙二 引大众同文 经出 那这个通续 通续就是每一部经 每一部经呢 它通于一切经典 的一个续分 的一个续分 叫做 正性性 正就是正名的正 性呢 就是信心的性 所以通续呢 又叫做正性性 那这个正性性呢 它有六个内容 叫做六种成就 所以每一部经呢 它的通续都有这六个内容 就是信成就 文成就 实成就 主成就 处成就 还有重成就 好 那这个 前面的这个 信跟文这两个成就呢 是在 佛要露灭的时候 这个阿难尊者呢 他请问了佛陀四件事情 其中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耳后结极经典之后呢 它的这个每一部经典 前面呢 要加上这个 卢氏 我文 好 所以卢氏呢 就是信成就 我文呢 就是文成就 这我们后面还在说明到 那在我们看到这个别续 别续呢 就是每一部经 它个别的一个续分 好 所以每一部经 它的续分当中呢 都会有通续跟别续 那别续呢 它另外一个名称 又叫做发起续 发 起发的发 这个起 就是起立的起 发起续 就是这一部经 别于另外一部经的 这个因缘 开始的因缘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将这个阿弥陀经呢 好 这个续分呢 尔时 佛告 长老 摄立佛 好 乃至于呢 好 今现在说法 这个呢 欧毅大师把它判作 这一部经的别续 但是有些 大家要是有看其他的这个 阿弥陀经的注解 有些祖师呢 就把这个尔时佛告长老 摄立佛呢 他把它判到正中分 好 所以就是差别在这里 所以欧毅大师呢 他把这一段的经文呢 把它判到别续 就是这一部经的发起续 好 跟其他的这个注解的这个判法 有所不同 好 那在这个流通分 也有所不同 那欧毅大师呢 他把这个六方佛的这一段经文 有些注解 他把六方佛的这个流通 把它判到正中分 但是欧毅大师呢 把六方佛的这一段经文呢 把它判到流通分 好 所以他这样子的判法呢 就是根据前面 出善 中善 后善的这些道理 好 来分割 这个这一部阿弥陀经的三个段落 好 有这样的差别 好 那我们再来 正式看到这个 好 这一部经的 好 这个 标法会实处 好 丙一 好 丙出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 好 经 好 我们这个经的部分呢 就是阿弥陀经的原文 那解呢 就是 欧毅大师的 要解的解释 好 那这一部 这个标法会实处呢 他成就了 五个成就 好 我们看到经文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色谓果 其数 及孤独眼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 剧组的 五个成就 好 我们看到欧毅大师的这个解释 如是 标信顺 我闻 标思成 一时标姬感 佛标教主 射立 射位等 标说经 促也 好 那这个 第一个呢 叫做 信成就 叫做信顺 好 那这个如是呢 在这个梅布经 的开头都有 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呢 在这个梅布经里面都有 那这个如是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如 叫做 恒常不变 佛讲的这个 道理呢 是恒常不变 一个 宇宙人生的一个真实相 是呢 叫做真实不虚 恒常不变 真实不虚 就是佛陀讲的这些道理呢 都是宇宙人生的这些真理 所以呢 标信顺 这些道理呢 都是佛亲口所讲的 真实不虚 这就是第一个 叫做信成就 第二个呢 文成就 我文 标思成 这个我呢 就是指阿难尊者 他自己 从佛处 亲文而来 叫做我文 所以呢 这是标思成 他的思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传承下来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 结集的时候 这个加塞尊者 结集这个经典 五百结集的时候 那阿难尊者呢 他 长得跟佛很接近 所以阿难尊者在送出这些 经典的时候 因为阿难尊者呢 他的记忆特别好 所以他当佛的侍者 他随时呢 都把佛的这个 讲的这些道理呢 都把它记下来 乃至于呢 在他还没当侍者之前 因为阿难尊者呢 是佛成佛 的时候呢 出生的 所以他到他出家的 这个 这段过程呢 其实也很长 所以佛陀呢 在将这些 他以前还没出家之前 所讲的这些道理呢 在为阿难尊者 再讲一遍 所以阿难尊者呢 阿难尊者呢 就把全部佛 这些讲的这些 四十九年的这些道理呢 全部把它记下来 所以他呢 送出这个 经文的时候呢 他就是加上这个 如是我文 来解 来断除呢 大众的疑惑 因为呢 那时候阿难尊者 一送出来 假设他没有讲这个 如是我文 大众呢 可能会以为 诶 释迦牟尼佛又再起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呢 就是阿难尊者 以为他成佛了 他可以讲出佛的这些道理 第三个疑问呢 就是怀疑他是 他方佛来施现 所以呢 他有这个解这个 大众的三个疑惑 所以呢 他送出这个经典之前呢 都要加上一个 如是我文 表示这些道理呢 都是他所从佛 出来听闻的 那再来第三个成就呢 叫做十成就 一时 标基感 这个基呢 就是众生的根基成熟 那这部阿弥陀经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观察众生的根基成熟 来感召他呢 无问之说 来宣说阿弥陀经的这些道理 所以叫做基感 那这个一时呢 一时呢 他就没有讲出明确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与会的大众呢 他是不同众生 有些是畜生道的也有 有些是鬼神道的 有些是天道的 所以呢 佛他就 不用什么时间来安立 就讲一时 因为他这个时间的这个 每个法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界定呢 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道的五十年 在四天望天呢 才一昼夜 那人道的一百年呢 这个道理天呢 才一昼夜 所以这个鬼神道的这个时间 乃至于促生道的这种时间的定义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是研究这个维世学就知道 这个时间呢 叫做不相应形法 他是呢 随着众生的心恋 所相应而出来的一个假象的时间 所以佛的这个经典呢 他就用一时 这就是十成就 那第四个呢 叫做主成就 教主 就是释迦牟尼佛 这是教主 那第五个呢 社会国 这个社会国呢 就是当时的印度的十六大国之一 那在这个社会国当中呢 有一个金色 叫做奇处 己孤独远 一般有些经典呢 他把它翻译成奇环金色 那这个奇 树己孤独远呢 就是指的 这个金色呢 是奇陀太子 就是社会国的这个奇陀太子呢 所供养的树 那奇孤独长者呢 所供养的花园 他金砖铺地呢 把这个花园把它买下来 那因为这个花园里面的树呢 没办法铺这个金砖 所以呢 就由奇陀太子呢 来发心供养 所以呢 后来这个叫做奇术己孤独远 有些地方呢 又叫做奇环金色 佛陀在这个奇环金色呢 也讲了很多的经典 讲了很多的经典 好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十分钟 好